战争是壮烈且严肃的事 异世界里的大神官 伦布里怎么也想不到 就在他要首任敌军魔王的那一刻 时空却开了个玩笑 将他传送到了21世纪的现代社会 伦布里争点的第一秒 就被自己的模样吓倒 短到露齐的上衣 妖艳的眼线 还有扑闪扑闪的亮片 丝毫没有身为男性的节操 他立刻护出肚子 不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皮肤 周围有很多人类 但看起来都很忙碌 伦布里焦急的想知道这是哪里 下一秒被人丢进了化妆间 让化妆师快速给他再补个妆 伦布里躲开化妆师 再次问到这是何处 大魔王又在哪里 可认真的发问只换来两声吃笑 一旁的几个男孩笑称 言语怎么还未上台 就开始表演上了 伦布里不解这句话的意思 继续摆出防御姿态 询问男孩们又是谁 一个伙伴正锐耐心解答 他们是偶像组合 今天是组合久违的回归舞台 大家都很紧张 若言语是玩诗意游戏的话 那就适可而止 因为马上就要登台 可伦布里还是十分紧张 偶像组合又是什么 看着言语突然化身十万个为什么 另一个脾气火爆的男孩 忍不住起身回怼 这位言语为何要这样 难道因为他是失败偶像的代表吗 化妆间里的气氛有些尴尬 大家都认为言语的玩笑开得有些过分 这时经纪人闯进来 让男孩们准备好登台 这时有人汇报言语的状态不佳 可经纪人管不了那么多了 匆匆赶鸭子上架 伦布里睁着迷茫的双眼 看着舞台上正在表演的其他组合 夸张的发色 妖娆的身姿 莫非等等自己也要上台做这样的事 伦布里的节操让他脚下生根 怎么也不愿意上台 经纪人和伙伴这才意识到 言语不是在开玩笑 或许他又再次发病了 但情况紧急 他只能被强行拉上台 几秒后灯光和音乐拍起 同伴们在歌在舞 只有伦布里像木头般站在中间 唯一做的是 只有掩护住自己的肚皮 道波有些生气 这显然是一场直播事故 粉丝也在窃窃私语 经纪人带着最后一丝希望 朝伦布里大喊 让他随便扭动几下也可以 但伦布里所不到 他索性破冠破摔 在舞台上大喊出 自己不会跳舞 这句话通过耳麦 传遍了整个演播间 回归演出就这样彻底被毁 经纪人感受到 世界末日般的绝望 他给隔壁娱乐公司社长 打去电话 想当场就跳槽 回到后台话中间 组合成员全都垂头丧气 这场回归舞台来之不易 本想再激起一些热度 如今都被言语毁了 然而成员们的愤怒 却像打在棉花团上 对始作俑者 根本起不到伤害 因为言语至今 还会了解情况 对一个傻子生气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气 公司社长得知 舞台表演闹得一地激忙 只好先让孩子们回来 来到地下车库 轮步里趁人不备 拔腿就跑 但很快又被成员们拎回来 不远处 一个全副武装的女孩 正在悄悄观察 看着言语的状态 急得眉头紧锁 回家之后 女孩火速打开电脑 网上果然对组合 满满恶评 女孩很急躁 这个时候 身为当时的言语 必须要出面解释一番 画面一转 言语确实在解释 但只是在社长面前 缠输自己的身份 几小时之前 他还在异世界的领土上奋战 正要打败魔王神 不知为何来到了这里 听完了轮步里的话 社长立刻摸了摸他的额头 看看言语是否烧坏了脑子 只有卷毛小声提出异议 觉得言语是装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疯子 社长觉得有道理 毕竟在此之前 言语一直想要成为演员 说不定从刚刚到现在 他只是在演戏 听到演戏二次 轮步里立刻否认 他是领导异世界人民的领袖 一言一行都透露着真诚 听到这些话 社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没有心情再与言语扯皮 立刻让郑瑞带他去医院挂号 来到医院 就在郑瑞挂号的空档 轮步里又开始思考 如何回到原本的世界 他还没有杀死魔王 不能就这样丢下子民于不顾 一边想着 他突然双手交叉核实 跪在地上 对雷德林之神祈祷 古怪的举动 引来其他就诊者的围观 郑瑞发现后 连忙将他扶起 匆匆走进诊室 医生先安排了脑部检查 让轮步里换上别的衣服 十一间里 轮步里看着镜子 镜中的自己还是原本的脸 除了衣着的布头 其他并未有显著的改变 突然轮步里翻着垃圾桶 捡起一个刀片 划伤手心 只见伤口很快就愈合 看来自己的神力并未消失 这样轮步里获得了些许安心 检查结果出来了 City显示 言语的脑子没有任何异常 医生建议 或许可以带他去看看神经科 离开医院时 大厅的电视正在播放娱乐新闻 今日的头版黑亮 依然是言语的舞台事故 这时 一个骨折的小男孩碰了碰他 指了指电视笑的笑 显然是认出了言语 轮步里露出慈爱的笑容 承认电视上批评的男人就是自己 但他并不关心这些 而是倾注小男孩受伤的手臂 用神力治好他的手伤 两人告别时 小男孩已经能用骨折的那只手 对伦布里挥别 夜晚伦布里回到组合宿舍 一进屋就被各种臭味熏倒 被各种凌乱震惊 他是优雅高贵的大神官 怎么能睡在如马鹏一样的地方 闻言 同伴们便求人得人 让他睡在稍微宽敞的阳台 深夜 伦布里再次对雷德林之神祈祷 但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由于直播事故 已经没有电视台再愿意让组合登台 社长看着组合 成立五年来的经费收支 光是培养这些孩子们 就花费了一笔投资 但出道之后 他们却没有换来好的收益 社长叹了叹气 或许真的到了放弃的时刻 他将组合成员 剧情遗憾的宣布解散 然而就在说完这句话的下一秒 工作人员急匆匆的闯进呼一室 告诉社长 言语直播事故的视频片段 一直冲上热搜了第一名 他的那句我不会跳舞 已经被各种视频博主 做成了搞笑视频 正成为眼下最新的流行热词 与此同时 车库里的女粉丝金达 也在看着言语的混解视频 看来他意外走上了另一种翻红之路 黑红也是红 金达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他的家中充满着偶像明星的周边物品 但他最爱的偶像还是言语 每次看到他的笑 金达的心灵都会有被治愈的感觉 柜子上有一张言语亲自写下赠言的CD 金达的心灵也有过阴霾 正是言语的鼓励 让他慢慢恢复活力 看着言语引发的网络热潮 社长立刻取消解散计划 并召集所有属下进行头脑风暴 要如何利用这股东风 让组合东山再起 煞时间言语的疯癫状态 反而成了香伯伯 甚至有员工建议 让言语不断闯祸来引发更多话题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经过认真筛选 社长暂时定下 先让言语接受爆料TV的访问 这个爆料TV虽然有着极高的人气 但采访的全都是发生了丑闻 决心走黑红路线的艺人 某次卷毛在宿舍里进行直播 无意中提到言语要登上爆料TV 金他很担心 因为在粉丝眼中 爆料TV就是堕落的殿堂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言语成为烈等艺人 于是掐着时间来到采访现场 然而采访进行到一半 窗外突然风云变换 时间陷入停滞 就像轮步里刚穿越而来那般 陷入了静止 但几秒之后 时间又恢复了正常 电视上播放紧急新闻 就在刚刚附近的火山口发生了喷发 轮步里突然想起 之前与魔王大战时 异世界里的火山也正在翻滚咆哮 马上就要喷发 轮步里不由地想起自己的子民 他不能继续浪费时间 一定要找到回去的方法 轮步里离开了采访场地 想要回到穿越来最初的地方 但电视台有门禁 他无法进入 此时轮步里发现 站在电梯口的白衣男人 有一股魔王的气息 而他身边的人也闪着红色瞳孔 轮步里为了闯入和保安发生拉扯 还好金达出现 为他解围 轮步里只好对金达求助 然而看着面前的轮步里 金达突然摇摇头 直言他并不是言语 真正的言语到底去了哪里 只要轮步里有些意外 看来这个世界还存在理解自己的人 于是一孤脑地将自己穿越而来的始末 告诉了金达 谁知金达听完竟呜呜地哭了出来 埋怨经纪公司竟给了言语多大的压力 才会让孩子精神错乱成这副模样 看着金达痛哭不止 轮步里一时慌了手脚 只好先把他带离电视台大厅 经过安抚 金达终于冷静下来 他告诉轮步里 在电梯前被他认为是魔王的那个男人 一定恢复己贵 因为局长等高管都围绕在他身旁 轮步里顿觉不妙 在这个世界里连魔王都有了权力 那么做起恶来不是更加肆无忌惮 轮步里急切地需要进入电视台的通行证 但金达却只能摇摇头 轮步里绝对无法靠近那群人 为了让他能理解如今的处境 金达闽思苦想 终于有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这个世界里 言语是奴隶 而局长和魔王就是贵族 奴隶怎么能想见到贵族就能随意见到 果然轮步里恍然大悟 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居然如此低 但金达补充着 倘若言语能成为成功的偶像 会有面见电视台高层的权力 这句话点醒了轮步里 他当场下定决心 自己要当一个成功的偶像 夜晚轮步里回到宿舍 在阳台听见隐约的钟声 同伴告诉他 是因为不远处有一个教堂 轮步里立刻将这个世界的教堂 和异世界的圣殿联系起来 朝着钟声的方向跪下祈祷 请雷德灵池神给予力量 谁知这一回 轮步里根本用不出神力 心脏还感受到一阵剧烈疼痛 让他瘫倒在地上哀嚎 轮步里的精神变得唯靡不振 但公司众人却因为他的黑红出圈 而兴高采烈 再次接到了邀请言语 登上综艺节目的橄榄枝 轮步里只好打起精神 梳洗吃饭 可偶像们为了保持身材 餐餐都是蔬菜沙拉 轮步里很沮丧 异世界的牛羊吃的都比自己多 可虽然无奈 但也只能强行下眼 为了给后续的活动铺路 这天社长带着轮步里 来到综艺办公室 前来拜访发出邀请的导演 途中社长不断叮嘱轮步里 一定要保持正常 不能冒犯导演大人 虽然公司的策略 是为了炒作可以发疯 但这个时刻绝对不行 轮步里点点头 像是听懂了 可以来到办公室 却还是让社长心惊肉跳 轮步里一进门 就盯上桌子上的食物 那是当红偶像小A的 应援零食 轮步里不客气的拿走几盒 准备甜甜肚子 见状导演便与他说起了小A 轮步里摇摇头表示 自己不知道他们 但却有些羡慕 原来顶级的偶像 会有平民上控 而自己的团体 只能吃一些兔子吃的食物 社长察觉不妙 连忙灌了轮步里一杯水 将他请出了办公室 走出了导演办公室 轮步里找了个地方坐下 吃起小A组合的饮源零食 往嘴里塞进一块巧克力 他立刻感觉到脑子清晰了许多 巧克力的香甜和能量 让轮步里的手心发出微光 他如获至宝 立刻将所有零食 全都塞进嘴里 办公室里导演告诉社长 邀请言语的这档综艺 向来是以恶魔剪辑 断章取义为名 每一期也会挑选一个 风评不佳的偶像参加 这一次 节目组选出了言语 希望他能成为节目里 人人讨厌的反派嘉宾 这是一种 自毁前途为代价的走红方式 社长想了想 答应只要导演 能给组言语出尽量 并且让自己再安排 一名组合成员参加 那么节目组 要怎么剪辑言语都没有问题 两人就这样一拍集合 另一位被选中 陪同言语参加节目的 是组合里的门面卷毛 在正锐的陪伴下 他们先来到摄影棚 拍摄参加节目的宣传照 一进入摄影棚 伦布里就盯上了 一旁其他偶像的 影员零食 听说只要拍完照片 就可以吃东西 他立刻精神抖擞 摄影师让伦布里 摆出一个拿手 且最自信的动作 他想了想 直接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做出祈祷的模样 正好此时 头顶上打出了一道灯光 笼罩在伦布里身上 增添一抹神圣感 摄影师惊为天人 拍下了这张 跪地祈祷的照片 不知为何 虽然是在祈祷 但摄影师总觉得 做出这个动作的言语 有一种高高在上 将万物都踩在脚下的气质 言语的独特 让摄影师兴趣高涨 开始围着他拍个不停 而伦布里 也慢慢找到了拍照的感觉 无非就是展露出 自己身为大神观里的日常姿态 他身为异世界的领袖 平日里就是昂首挺胸 目光低垂 俯瞰众人 摄影师想要尝试其他风格 于是让伦布里 解开两枚钮扣 做出性感的模样 伦布里为了临时 只好隐忍照做 他撩人的姿态 让一旁的女性员工 都脸红心跳 摄影师紧接着 还想拍摄坏男人的感觉 于是让伦布里 将自己带入成恶魔 这句话惹怒了伦布里 他怎么能模仿恶魔 摄影师见状 也撂下话 若是不模仿恶魔 那就中断拍摄 伦布里并不怕 立刻离开了摄影棚 郑瑞连忙去劝说 直言身为偶像 模仿什么 做什么 都只能听从安排 就算在万圣节 有综艺让他们 打扮成恶魔的样子 偶像们也要照做 听到这些话 伦布里更加沮丧 这可急化了郑瑞 恰好社长打来电话 询问拍摄进度 郑瑞直言 还是尽快招聘一个经纪人 来管理言语 华刚落一 就有面试者来到公司 社长立刻与他面见 来者正是金达 金达的履历不错 曾经在一个知名娱乐公司 做过五年的经纪人 但社长觉得比起脑力 照顾组合成员们 更需要费神和消耗体力 金达为了获得工作机会 立刻表演起 单扛沙发的大力士技能 社长宁然惊叹 立刻同意金达入职 夜晚金达开车 接送拍摄了成员们回家 轮步里一眼认出了金达 但在其他成员面前 金达并没有热情的回应 将郑瑞和卷毛送到之后 金达又带着言语前往医院 他已经委托相识的心理医生 空出时间 专门为言语看诊 坐在医院总廊 金达又想起了莉莉 莉莉曾经是他负责的女子偶像 但最后这个女孩 选择了自我两断 莉莉死前 最后留给金达的话 是一句对不起 回忆的空档 轮步里已经从诊室出来 金达立刻找到医生 询问结果 医生表示 虽然这个言语和过去的性格 大相径庭 但在心理和人格上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说完 医生开始关心金达 自从莉莉死后 金达一蹶不振 他拒绝一切外界的联系 把自己关在家中 唯一见光的活动 只是去便利店买酒 就在他最灰暗的时刻 金达遇见了刚出道 还在街边路演的言语 言语留意到金达的音语 便送上了许多组合的CD 他还在CD背面 写上组合未来几天的行程 以及给金达的鼓励 将CD塞进金达手中 言语顺手拿走了 他提着的酒 笑称就当是购买CD的报酬 这时金达才抬起头 看见言语笑得十分温暖 金达大哭了一场 但不可否认 言语确实将他拉出了黑暗的深渊 从此 金达就开始留意起 言语这个治愈的男孩 对自己来说 他不仅是偶像 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此时在诊所外等待的伦布里 发现一盒巧克力 他立刻双眼发亮 将其席卷一空 补充了满满的力量之后 伦布里躲进一个小房间 发动神力 寻找到了真正言语的所在 不出一量 他穿越去了异世界 成为大神官 伦布里希望 俩然能将身体互换 可言语表示 但是自己并不想换回来 偶像的名号和粉丝就送给伦布里 反正也没什么用 除非伦布里能让自己在年末的音乐大赏上获得第一名 那么自己就愿意回到原本的世界 这时神力渐弱 伦布里知道自己和言语的对话随时都会被中断 于是用尽最后一丝力量和言语签订了契约 只要他和组合获得大赏第一 就是换回身份的时刻 刚说完 伦布里就以为气力耗尽倒在地上 从现在起 他就是立志要成为顶级偶像的言语 不一会儿 金达和医生冲了进来 看到昏厥的言语十分紧张 两人连番拍打他的脸 愣是将伦布里疼得醒过来 他气弱油丝地说出自己好了 急需后援会的小零食续命 金达这才舒了一口气 看来只是低血糖的症状 并不是头脑的疾病 金达从便利店买了一盒牛奶递给伦布里 接收到糖分的补充 他的精神好了许多 说起晕倒的原因 伦布里言之曹操 正是因为跟异世界的言语签订了纪约 只要自己能获得年度歌手大赏 就能将灵魂再调换回来 文言金达只是粗眉 他想起精神科医生的结论 认为言语是觉得现实的自己太过失败 所以脑子衍生出伦布里这个人格 用于逃避现实 谎言之若是让言语恢复自信 再回到从前也未尝不可 但问题是 要获得年度歌手这个奖很困难 言语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未免太高了 隔天言语和卷毛参加的节目开始录制 金达专门为他定制了一套行为准则 名曰人性营销 原因是言语如今的风评不佳 除了脸蛋之外 业务水平和人气都不行 所以他最好摆出谦卑礼貌的姿态 现在节目中成为所有人的小晚辈 从收获最简单的好感开始 言语心灵神魂来到演播厅后 开始对每个人鞠躬问好 然而总有些脾气刻薄的艺人 例如眼镜大叔 眼镜大叔是个国民歌手 节目录制正式开始 这是一场已出道艺人的歌唱对决 参赛者们共有三轮比赛 每一轮的比赛规则和评选标准都不一样 说完主持人公开了第一轮的规则 那便是创作 舞台会提供一段曲载 让每个歌手根据自己的风格 重新编曲上台表演 然而主办方提供的原曲 是一段嘻哈歌曲 歌词内充斥着金钱剩余一切 为了赚钱可以投靠恶魔等字眼 伦布里紧皱着眉头 在幕后采访里心痛地说 这首歌会荼毒人类的心灵 伦布里拿到歌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重新填词 完成后的歌曲充满着宗教感 同篇都是信仰和感恩 伦布里还迟疑要用唱诗般的方式表演出来 但金达觉得不可行 首先在韩国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 显露出明显的宗教色彩 其次唱诗般就代表着纯人声的演唱方式 可唱歌并不是言语的强项 想法都被否决后 伦布里只好继续拿着歌词修修改改 直到金达要下班时 他还在认真工作着 伦布里告诉金达 自己又改了一遍歌词 已经去掉了很多宗教字眼 他想要用唱诗般的风格 是因为自己最擅长这个 若是金达不信 可以亲自听一听 看着言语认真的模样 金达动了侧影之心 带着他走进录音棚 第一次录音的轮幕里 不知道要戴上耳机 只是对着麦克风轻横 金达突然瞪大了眼睛 因为言语的音色居然和过去完全不同 同时气息还十分稳定 金达立刻找到编剧老师 让他来听一听言语唱歌 果然编曲老师也对伦布里的歌声 做出了肯定 他的风格由此定下 就走唱诗般的风格 夜晚节目组正在做最后的编排会议 电视台的副会长 忽然将导演单独叫出 这个黑衣男人 正是先前伦布里在电梯口看到的 身上弥漫恶魔气息的男人 副会长与导演对话 用语言蛊惑他坠入更深的黑暗 话音刚落 导演的瞳孔也闪过一抹恶魔红色 副会长要求导演针对言语 利用人性的丑恶去恶意剪辑和抹黑他 第二天比赛开始 导演使了第一个绊子 那就是四字调动言语的出场顺序 将他安排在眼睛大树之后 演技作为实力歌手 在他之后表演十分不利 这明显是故意让言语出丑 金达很担心 伦布里绝对无所谓 压轴表演是挑战也是机会 说不定自己能一鸣惊人 事实证明伦布里的自信并不是公雪来风 轮到他时 浮躁的舞台立刻被一片神圣笼罩 在唱诗般的和声之下 伦布里双手和时 唱出功灵治愈的歌声 旋律像是春风拂面 夹带着伦布里的魔法 在封闭的演播厅鱼衣绕梁 所到之处还治愈了人们的疾病 让秃顶观众的头顶再次枯木逢春 场面的工作人员感叹着 言语的演唱已经不仅是惊艳 而是像看到了奇迹 表演结束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金达很开心 等在走廊迎接下场的言语 他走进休息室时 却看到卷毛正蹲在地上抽搐 文布里立刻施展法术就诈 可将能量注入后 卷毛却不见好转 看来并不是身体上的伤病 金达立刻将他送去了医院 经过治疗 卷毛终于平静下来 金达告诉言语 这是恐慌症 是一种心理疾病 原因大概是几年前 卷毛参加过一个综艺 因为表现过于夸张 被观众围攻过成了阴影 这一次登台 或许让他又想起这段经历 才会恐慌发作 伦布里很差异 原来这个世界 也有神圣之力 无法治愈的疾病 金达告诉他 能够治愈心灵的事物 其实很多 偶像也算是其中之一 有很多处在低谷的人 看着偶像的照片和视频 也会变得元气满满 伦布里也想成为这样的偶像 除了治愈粉丝之外 还想要治愈金达 因为他观察到 金达有时候会露出微伤的神色 一定也是怀揣着心病 说完 金达连连否认 他不想让言语 看到自己狼狈的一面 隔天节目公开 第一轮比赛的排名 备受期待的言语 只得了垫底的最后一名 第一名正是眼镜大叔 对此金达一猜便知 是导演的故意打压 因为在当天的观众投票里 言语的票数遥遥领先 可到了公布成绩时 评选标准却成了 特别评委会打分 金达找到导演对峙 声称他打压言语是逆风而行 因为言语的演出实力 有目共睹 观众和粉丝 也会在网上抗议排名作弊 到时候麻烦的只有节目组 然而导演却不把金达放在眼里 一转身他的瞳孔再次闪过红色 第二轮比赛采用的是合唱形式 参赛者们抽取合作伙伴 眼镜抽到的竟然是言语 录制结束后 眼镜大叔前来警告言语 让他不要拖自己的后腿 此时轮步里留意的 眼镜大叔的嗓子有部分损伤 回到宿舍 金达向言语介绍起眼镜大叔 他是韩国著名的歌手 以宽广的音域而知名 是名副其实的主唱之神 言语之前曾跟着眼镜大叔学习唱功 但彼时的言语并没有认真的学习 而是自视过高 声称自己已经有了这张脸 无需再苦练唱功 这通傲慢的话语 已经让眼镜大叔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金达立刻叮嘱言语 两人合作排练时 一定要把姿态放低 无条件配合眼镜大叔 第二天 轮步里来到眼镜大叔的工作室 对方全程黑下脸 丢给言语合音的部分 让他配合自己 谁知轮步里只是看着曲谱 就能唱得非常好 眼镜大叔很吃惊 又表演了许多自己的绝活 轮步里有样学样 全都完美地复刻下来 没多久 第二轮比赛开始 轮步里和眼镜大叔准备登台 这时恶魔化的工作人员 给眼镜大叔递了一瓶水 只是水中掺着有害物 这样上台的眼镜大叔 根本发不出声音 他只能慌张地看着眼语 轮步里环视四周 眼镜突然失去声音 实在太过怪眼 他怀疑是魔王下的黑手 但眼下并不是寻找魔王的时机 而是要完成表演 幸好上台之前 轮步里偷偷喝掉了一大杯奶茶 体内的神圣之力 正处于充盈的状态 他立刻补上眼镜演唱的部分 随后伸出手 轻易地放在他的后梗部 在外人看来 舞台上的两个人十分暧昧 颇有炒CP之嫌 然而事实上 轮步里只是想要用神圣之力 治愈对方被毒牙的嗓子 观众席的呼声有一次讲起 眼镜终于恢复歌喉 深情地演唱着 可轮步里发现 自己的手不能离开他的身体 一旦断开神圣之力 眼镜又会失去声音 轮步里只好配合着歌词 抚摸眼镜的头发 在顺其而下 紧紧与他十指紧扣 谁能想到 年下英俊偶像 和前辈主唱大神麦琪斧来 竟然如此上头 很快电视台就得到了实时收视率 这两人的舞台在线观看人数 已经高达了几百万人 是之前选手的几倍之多 表演结束后 当晚的热搜也马上出现了CP出道 粉丝们的热情如火山喷发般炙热 让导演骑虎难下 只能给副会长打电话 直言言语现在的人气太高 恶意剪辑又局限 不如制造一些难同非闻 找借口把言语开除 副会长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 更是哭笑不得 没想到轮步里 为了在这个世界成为顶级有效 居然公然在舞台上和其他歌手暧昧 还有些急躁 不想再做这些无谓的阻挠 不如直接下杀手 金塔护送轮步里 回宿舍的路上 露出了微妙的笑容 他很好奇言语怎么突然开窍 掌握了麦府这个流量密码 但不管如何 今晚他的表现值得称赞 那轮步里却愁眉苦脸 直言眼镜是中了黑魔法 他笃定魔王就潜伏在自己周围 文言金打指灯 他是又一次异想正发作 沉浸在自己的异世界里 回到宿舍后 社长带着全体员工欢呼庆祝 他激动地拥抱了言语 今晚言语彻底嫌疑翻身 霸占了整个网络的讨论度 已经有音乐节邀请组合去表演 还有剧组也抛来了橄榄枝 想要蹭着热度邀请言语演戏 隔天节目组公布了第二轮比赛的排名情况 言语和眼睛的组合众望所归 拿到了第一名 听到这个结果 一旁的小新气得咬牙切齿 回到公司后 他对着经纪人大发雷霆 直言这样下去 自己就要沦为绿叶 被粉丝们彻底遗忘 这时副会长给他打来了电话 小宇小心见一面 为了准备音乐节 组合所有成员开始练习舞蹈 他们来到舞蹈室 在音乐中准备排练 然而其他成员全都开始舞动室 只有伦布里还站在中间 一动不动 舞蹈老师立刻按下暂停 询问他怎么回事 伦布里理直气壮地回答 以为自己不会跳舞 同伴立刻出来解释 言语以为脑子受了伤 已经把跳舞的技能完全忘记 还好舞蹈老师是个好脾气 他决定单独给言语上课 从基础开始教学 首先是一个扭动臀部的动作 可伦布里怎么做都十分僵硬 火像一只发怒的星星 眼看自己实在掌控不住 伦布里提出换一个舞蹈姿势 可舞蹈老师拒绝 因为这次音乐节 组合表演的主题就是性感男人 所以扭臀是最重要的动作 好不容易熬到了休息时间 金达送来了便当 文布里激动地打开一看 不是生菜沙拉和小块鱼肉 就是一盒子小番茄 他面露不悦 满脸写着想吃甜食 但金达不准 为了登台表演 每个人都要控制饮食 这是一个同伴递来言语的手机 文布里对手机很好奇 在旁人的帮助下解了锁 他点开信息来 发现有一个账号 每天都会发来关心问候 文布里很开心 对方是如此虔诚的信徒 一定要给予一些回应鼓励 这句话让身旁的同伴若有所思 文布里缓慢地开始拼写 回复了其中一条信息 就在发送的同时 金达的手机响起了提示音 这段旋律正好是言语的歌声 文布里觉得很有趣 又回复了一条 结果又响起言语的歌声 金达尴尬地将伦布里压出屋外 承认一直给言语发问候短信的粉丝 就是自己 但由于金达现在是组合的经纪人 千万不能透露出他对言语的喜欢 否则会带来麻烦 文言 伦布里却亲密地搭着金达的肩膀 告诉他喜欢就表现出来 刺激也会在离开之前 帮金达和言语浅显搭桥 让他们终成眷属 金达很无奈 觉得眼前的言语 根本不了解偶像明星的世界 索性不再解释 只要他紧手口风 回到宿舍后 一个同伴凑进了伦布里 低声问解他是否加入了红羽大队 见伦布里有些不解 同伴解释着 在他失忆之前 研究过一个叫红羽大队的宗教 说完 同伴还贴心地画了一张红羽大队的标识 伦布里一看 这正是雷德林之神的标志 伦布里立刻让同伴告知 他所知道关于红羽大队的信息 同伴表示 著名演员阿梦也是这里的教徒 同时他还是组合即将参加的音乐节主持人 很快到了音乐节这天 化好妆的伦布里悄悄离开休息室 走进阿梦的房间里 阿梦似乎早已认识言语 但态度却并不和善 伦布里提出自己想要加入红羽大队 阿梦只是冷笑一声 红羽大队从来只接纳行业顶级的人员加入 言语的身份还不够格 说完就要助理将他赶了出去 为了成为更高等级的偶像 伦布里请教了金达 金达立刻打开手机摄像头 让他练习在镜头前施展魅力 在俯拍镜头时 伦布里索性整个人蹲下不断靠近 几乎要将金达埋进怀里 金达感受到一阵心跳 连忙推开伦布里 带着他匆匆回到后台 当晚一个八卦小报放出一个新闻 卷毛在参加综艺演出时 和一个女性正在恋爱 还有两人亲吻的照片为证 金达仔细查看了照片 发现拍摄地点是综艺演出的后台 因为后台不能让外人进入 所以拍照的一定是内部人员 金达找到发布新闻的记者 想利用过去的交情 询问举报人是谁 但记者十分狡猾 他可以说出举报人 但条件是让金达回应 当年莉莉想不开的那幕 可莉莉的死是金达的阴影 他不想以此做交易 谁知记者不依不饶 拉着金达不放手 关键时刻 伦布里出现帮忙 金达为了保护 严语的名声 立刻蒙住记者的眼睛 三人纠缠许久 终于让记者说出举报人 正是小心的经纪人 得到答案 伦布里和金达 立刻找机会脱身 由于记者又说起了 利利的事 伦布里感受到金达的难过 便抚摸他的头安抚 金达果然舒服许多 他觉得很神奇 从过去到现在 自己似乎只能被严语所治愈 不管是他还是他的第二人格 另一边 副会长正在对小新发怒 他要报复的是严语 可小新报的却是卷毛的量 令他大失所望 为了不让小新打退糖果 副会长又说出他的秘密 原来当年 小新为了抢夺出道位 亲手将原本准备出道的同伴 推下楼梯 这个把柄让小新 只能对副会长言听计筹 他答应在第三轮比赛期间 会继续对严语施展轨迹 几天后选手们又来到了演播厅 得知第三次比赛的主题是表演 休息期间 卷毛私下找到小新 质问他为何针对自己 伦布林也寻声而卷 发现小新眼中闪过红色 伦布林立刻激动地 询问小新是否见过魔王 看着言语对自己毫无恶言 而小新却恨他入国 不被重视的扭曲心灵 在小新心中生根发芽 最终激发了他体内的恶魔因子 发狂的小新破坏了舞台气线 还袭击了工作人员 伦布林紧随其后 用神圣之力救活工作人员后 循着带血的脚印来到车库 只见小新回过头 头上已经长出了恶魔的犄角 他看到紧随而来的伦布林和金达 立刻发起了袭击 伦布林伸出手招来一道屏障 抵御了小新的进攻 紧接着又用神圣之力 想要治愈小新体内的恶魔因子 可是没有持续的甜品补充 伦布林的治愈也只能中断 金达已经被吓傻 直到回过神来 他拉着伦布林的手 火速离开了车库 刚才那一幕魔幻的画面 依然让他心有余悸 小新的样子很可怕 但会法术的言语也相差无解 直到这时 金达才有些明白过来 所谓的异世界和大神观 居然是真实存在的 两人回到眼波间 发现舞台中央有下坠物的残渣 今日的录制也被暂缓 伦布林一看便知 这就是小新要杀死自己的手段 使他悄悄去后台做了手脚 让舞台上方的照明灯落下 而他要杀死自己的原因 是中了黑魔法 听到这句话 金达立刻将伦布林拉进休息室 对他又理清了一遍头绪 伦布林和言语互换了灵魂 两人约定 只要伦布林在这个世界 获得了年末歌手大赏 就能和言语换回来 金达的理解无误 伦布林给予了肯定 突然金达面色严肃 警告伦布林 若是真的要夺得歌手大赏 从现在起就不能到处嚷嚷着 异世界和大神观这些词坏 因为一旦暴露他不是言语 会直接失去拿奖的资格 夜晚 伦布林和金达回到公司 一进门就遭到社长的质问 小新的经纪人找上门 声称小新在节目录制期间失踪受伤 是因为之前和言语发生过摩擦 金达很紧张 立刻否认了这个说法 这时其他工作人员走来 让社长快看看今日的新闻 社长紧皱眉头 还以为又是言语的负面消息 谁知刚打开 就看见主持人盛在言语热心助人 是粉丝们的治愈者 治愈者一词是网友们 专程为言语索取 因为有很多都在网上发声 称自从接触过言语 困扰他们多年的疾病 都会不要而愈 就连地中海大叔 都长出茂密的黑发 社长欣喜若狂 治愈者是一个很好的包装噱头 他立刻告诉员工们 马上准备在医院召开粉丝见面会 就把言语打扮成 拥有法术的治愈者人设 社长的决策让金达有些崩溃 万一轮部里暴露了身份 言语就真的回不来了 因此刚回到宿舍 金达就拉着轮部里 去观看言语过去的视频 让他学习身为偶像的一举一动 轮部里虽然对偶像行为 狂起鸡皮疙瘩 但为了维持偶像的身份 还是努力的在学习 很快到了现学现卖的时刻 组合有一场直播见面会 为了给粉丝们留下好的观感 他们借用了社长的家 谎称是组合宿舍进行直播 直播开始 每个成员都做出招牌的卖萌动作 轮到轮部里时 他还是无法比划出如此肉麻的姿态 便私自篡改口号 他的每一次临场发挥 都会让金达和成员们神经紧绷 只能用各种借口糊弄过去 直播间里的人 全都对言语的治愈者能力有兴趣 甚至提出让他当场表演一番 正当金达努力出谋花策审 轮部里已经对着手机镜头 神情自白 直言治愈只是一个人的信仰和使命 只要一心向善 每个人都会拥有治愈能力 这不是什么人设 而是真实的自己 轮部里虽然选择了自爆 但发自肺腑的话语颇具感染力 直到直播结束之后 网络上的舆论神奇的发生了改变 大家不再把言语神秘化 而是觉得他拥有虔诚的信仰 可以当一个牧师 这个发展是一件好事 轮部里趁此机会询问金达 那么自己是否能够参演老梦的电视剧 以此接近他加入红语大队 见到雷德林之神 魂言金达拒绝 虽然这场直播很成功 但距离出演电视剧还有一段距离 金达让轮部里不要着急 随之金达一走 轮部里就对某个导演投递了简历 金达得知轮部里投递简历的剧组 正是老梦所在的电视剧行 心中开始担心 还怕轮部里会被发现身份 引来不必要的危机 轮部里很感谢金达的关心 同时也对他抱歉 自己没有事先告知 就投出了简历 事已至此 金达不想再追究 既然选择演戏 就要好好练习演技 可轮部里在演技老师那里的表现 简直一塌糊涂 这才是眼下应该着急的问题 很快轮部里顺利进入老梦所在的剧组 这天来到拍摄地时 在车库里他遇到一位女社长 对方向来喜欢年轻貌美的男偶像 于是给言语留下一张名片 另一边组合要为言语的第三轮比赛 拍摄影员视频 其中身为团内舞蹈担当的小黑 在跳舞时旧伤发作 一个大马趴摔在地上 不仅撞伤了鼻子 还导致录制中断 事后他一个人坐在路边失落 轮部里来到他身边安慰 从小黑口中 轮部里得知 不管是他还是组合里其他成员 光线的背后都有各自的伤痛 例如小黑的妈妈就患上了疾病 一直住在医院里 小黑想要照顾他 却不能放下偶像誓言 轮部里恍然大悟 原来大家都在负重前行 不过没关系 他会帮助大家获得幸福 说完 轮部里将手附在小黑的鼻子上 为他治好了伤口 明日就是歌唱比赛的第三轮录制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 卷毛却失踪了 金达已经找了一整天 直到夜晚终于在轮部里的陪伴下 找到了在广场上疯狂吃垃圾视频的卷毛 卷毛先前的人气颇高 因为在一场综艺里说错话 导致人气下滑 这一会儿的恋爱绯闻 又让他想起过去的失败经历 只能用狂吃来解压 但在金达和伦布里的安慰下 卷毛再次恢复元气 隔天随着两人来到了比赛现场 趁着卷毛接受访问时 伦布里溜进小新的休息室 吃完他的甜品 不一会儿 小新回来 见到伦布里之后 立刻剑拔弩张 伦布里想知道 魔王在这里的身份 于是故意激怒小新 与他打赌 若是在第三轮赢过他 小新就要告诉自己魔王是谁 若是输了 伦布里就当一天小心的奴隶 被激怒的小新爽快答应 殊不知这个赌约 已经为伦布里施下法术 成了一道必须遵守的契约 转身 伦布里马上就要登台表演 就在后台等待时 一个麻袋突然套在了他的头上 几人将他架出了电视台 摘下头套一看 行凶者居然是社长 社长看起来很着急 点开女社长的照片 询问伦布里 是否有接收过他的赞助 但伦布里并不理解何谓赞助 只是声称自己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并且收下了对方的名片 社长十分头疼 因为他刚刚得到了信息 女社长被曝出赞助男偶像的丑闻 言语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还未等伦布里做出辩解 几辆警车就呼啸而来 将他强行带走 很快言语涉及赞助丑闻 被警方拘捕的画面就传遍了网络 经纪公司电话被打爆 社长和金达只能四处奔走 想办法救助他 来到审讯室 伦布里还不能理解 这场无望之灾 究竟是如何降临在自己身上 这时 一个兜茂男人 悄悄潜入警局监控室 关闭了审讯室的监控 他已经请示过副会长 迫不及待地前来杀死伦布里 伦布里想要抵抗 却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神力 因此只能用肉体挡住 落下的力气 两人在僵持之中 伦布里看清了 兜茂男的身份 他是一个幻神 在异世界里也有这样的存在 这群人原本是人类 可为了一些想要达到的目的 将自己出卖给了魔王 伦布里试着去感化兜茂男 然而成为幻神的人 都带着强烈的仇恨 兜茂男不仅没有被打动 还将伦布里刺成重杀 伦布里只能逃到走廊 索性这时 金达赶到 都冒难只能放弃追杀 金达立刻喊来警察 对伦布里进行紧急救护 途中伦布里因为受伤 已经气弱油丝 但还是笑着感谢金达相信自己 他这时候选择来到警局 必然是觉得自己没有接受过赞助 看着伦布里苍白的笑容 金达的心揪成了一团 他一定要为伦布里解围 大脑在飞速旋转 突然金达灵光一闪 他知道此刻 警局大门外 一定等着很多媒体 他放弃了从后门离开的决定 推着受伤的言语 故意出现在媒体面前 果然言语一出面 照相机就对他拍个不停 金达告诉媒体们 言语遭到了激进人士的袭击 有些人只是看了新闻 就前来伤害言语 但事实上 言语根本没有接受赞助 公司一定会对造谣者追究到底 说完 金达刻意掉落了一张手机通信记录 有记者前期一看 发现言语和女社长的联络 仅有一条短信 经过金达的这场安排 网络上对言语的风评开始逆转 许多人开始支持他 相信他没有接受赞助 从警局匆匆逃走的都茂南 在小巷子里被副会长结下 他质问都茂南释放的主人是谁 为何要杀死伦布里 多茂南不断挣扎 但还是极力为主人开解 直言一切都是自己的行动 他只是想获得伦布里的力量 副会长放开了他 只是警告多茂南 不要再插手自己的肾 不要接近伦布里 多茂南的行动失败 他回到了主人所在的地方 为了不打草惊蛇 让伦布里一行人调查到多茂南 一个红衣女人将他杀死 与此同时 在地狱里 阎王发现阳间有一股力量 将阴间的五只妖怪守卫 召唤了出来 他再次焦头烂额 不知一只扰乱阴阳两界的 究竟是何人 另一面 伦布里来到医院包扎伤口 早已习惯用神圣之力治愈了他 第一次忍受麻药和缝针的痛苦 金达只好用手挡住伦布里的视线 用各种美食转移他的注意力 虽然金达努力表现的正常 但伦布里还是发现 他浑身颤抖 内心不安 为了开解金达 伦布里主动说起自己的故事 其实他并非一出生就是大神官 在异世界里 伦布里原本是一个普通村民 二十多岁时 魔王袭击了村子 杀死了他的家人和朋友 伦布里也命悬一线 后在关键时刻 雷德林之神出现 将伦布里救了下来 从此之后 他便立誓成为大神官 结果雷德林之神的人词 拯救世人 伦布里说完后 让金达也说出心声 金达想了想 说出了莉莉的遭遇 曾经因为自己的失误 导致莉立想不开 虽然抢救了回来 但莉莉至今还未醒来 今天将受伤的伦布里 送去治疗的画面 可当年他抢救莉莉时 如出一辙 往事重现 让金达的心情不能平静 隔天 伦布里回到宿舍里 社长和成员们热情欢迎 此时有成员发现 网络上的实时热搜 又有言语的名字 一群人立刻点击话题查看 发现是第三轮比赛的赛前预告 预告里有读的节目组 又将言语和小新的关系 渲染得暧昧不清 看来上一次 言语和眼镜大叔炒CP 带来的热烈反响 让节目组掌握了流量密码 那就是给言语配对 不久后唱歌比赛结束 虽然言语只得到了第五名 但是热度和人气依然高涨 社长决定趁着东风 推出组合的新单曲 在公司会议上 社长播放了歌曲的小样 金达一听就觉得 查强人意 并不适合走红 但他不敢直接指出 社长的审美有问题 只能举手请求参与 后续的编曲 员工主动干活 那有不答应的道理 社长欣然同意 今日轮部里有拍摄 电视剧的行程 轮部里一到片场 就开始缠着老孟 说服他接受自己 邀请自己加入红语大队 和老孟打心底 就看不起偶像组合 尤其是最近言语 还有赞助丑闻 面对轮部里的热情 老孟冷脸相对 爱搭部里 谁知轮部里像个牛皮糖 不顾剧组其他人的目光 大声恳求老孟接受自己 或许是因为言语 总是和各种男艺人吵CP 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其意 直接让老孟羞得大声喝止 一转身 老孟遇到了副会长 原来副会长也查到了 红语大队的存在 还让老孟转告教会首领 不要再参与进自己和伦布里的恩怨之中 今日的拍摄结束 伦布里上车后 发现金达十分困绝 便想要陪他休息一番 两人聊着天 金达就这样睡了过去 伦布里轻抚着金达的脸 捏手捏脚的下了车 转眼他来到了医院 站在莉莉的病床前 对他的身体灌注了神圣之力 不久后 金达被电话吵醒 医院通知他 莉莉已经醒来 金达立刻赶到病房门口 透过门上的玻璃 看到莉莉的状态 他正在发脾气 看起来十分歇斯底里 金达不敢多看一眼 立刻转身跑开 伦布里跑了过来 扶着呼吸困难的金达坐下 他很疑惑 为何救醒了莉莉 不管是莉莉本人 还是金达 都变得更加痛苦 金达哭着回答 以为莉莉本来就厌恶活着 这都是网上那些 黑粉和恶评的错 一边说着 金达的恐慌症再次发作 伦布里抚摸着他的脸 用言语引导安抚 金达渐渐平静下来 他多希望自己能出生在异世间 但伦布里还未信奉宗教前 与他相遇 说完 金达晕倒在伦布里的怀里 伦布里开始进入剧组拍摄 由于剧本内容 是关于一名神父 为了爱情背弃信仰 伦布里不能理解 因此对主演老梦 活得太过大声 但演戏中情感太丰富 也不合适 因为伦布里在剧中的人设 是个冷漠男人 只能不断恩机重来 休息时间 伦布里远远看到落单的老梦 立刻化身牛皮糖贴了上去 纠缠着让对方推荐自己 加入红语大队 令老梦输不了的是 伦布里不光说话 还要伴随着肢体结束 一会将老梦按在墙上 一会抓住老梦的肩膀 让一旁的工作人员 又开始浮衍太人机 老梦终于输不了 他告诉伦布里 虽然自己没有带他进入红语大队的能力 但可以传授入会方法 只要有足够曝光度 频繁上热搜 教会里的大主就会主动找到伦布里 伦布里想了想 上热搜的方法 金达一定知道许多 于是转身回到公司 然而经过昨日 金达的自白 伦布里对他也产生了复杂的感情 导致在公司里遇见金达后 伦布里却紧张的 什么话也说不出 金达也同样紧张 只好让他准备好去录音棚唱歌 这一次的新单曲策划已经完成 就差成员们开始一个个录音 组合里的主唱担当一直是太人 他在录音棚的表现也堪称完美 和录音师却觉得 这一次曲子更适合让言语担任主唱 这个决定让太人勃然大怒 他愤怒地离开录音棚 把轮部里打骂了一通 另一边 社长又收到了许多剧本 他一个个查看 其中狗血爱情剧居多 员工不禁吐槽 这些剧本太过夸张 哪会有人真的因为分手 又哭又闹 寻死密活 文言社长默默无语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组合刚出道时 社长正在和眼镜大叔交往 由于眼镜是圈内老前辈 社长曾把看中的言语 托付给他调教 但那时的言语仗着有漂亮脸蛋 根本不想精进其他业务技能 让眼镜大叔很失望 他转告社长趁早放弃这个组合 这些小子根本不值得培养 最终因为组合的问题 两人分了手 分手后社长大哭大闹 毫无形象 但最近随着组合热度的回温 尤其是言语和眼镜大叔 在比赛中的羁绊 让眼镜对组合的态度大为感官 还会将综艺资源推荐给社长 社长心中暗起 莫非两人的恋情也会因此回温 这天夜晚 金达来接送伦布里回家 伦布里想要趁这个机会 把一些心结解开 其中就是对金达的回应 那天见过莉莉以后 她情绪失控 曾哭着说道 若是出生在异世界 在伦布里年轻时 与她相遇就好了 伦布里琢磨了许久 这段话怎么看都像是表白 但她身为神职人员 内心只能装下雷德林之神 以及对信徒的人爱 于是小之以理动之以情 最终拒绝了金达的爱业 然而金达听后一脸木然 反问伦布里究竟在说什么 那天自己只是太过悲伤 才想要出生在异世界 况且希望与年轻时的伦布里相遇 也不代表着要与她恋爱 为了让伦布里不要误会 金达说得清清楚楚 自己喜欢的人只是贤语 谁知误会解除 伦布里却没有轻松的心情 似乎被金达告知 她喜欢的不是自己后 心情更加烦躁 与此同身 红与大队的圣殿里 大主也就是之前说的红衣女子 正在祷告 这时老孟走来 请大主给出指示 大主直言 老孟最近遇到了一位 并不是这个世界的贵人 但要小心 不要与他太过接近 这个人会影响之后的神明利林 老孟在心中猜测 大主所言的贵人是言语员 但他没有说出口 恭敬地转身离去 就在转身那一煞 老孟的瞳孔发红 被黑魔法蛊惑后 他又转身询问他 什么是神的能力 大主一惊 但很快又恢复正经 和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 一转眼 组合带着新单曲 准备参加一档电台节目 在后台准备时 轮步里询问卷毛 要如何快速地上热搜 卷毛想了想 常言到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接力 若要快速引起关注度 那只能走黑红路线 比如在节目里 说出过期的有争议的话 文波里一直在心中琢磨着这句话 在之后的电台访谈中 总是爱想要曝光自己的缺点 但无论他说自己喜欢睡懒觉 还是天生愚笨 都没激起太大的水花 这时太人战了出来 由于不满被言语抢走了唱歌的部分 他在访谈中各种抬杠 爆出言语总是让其他队友回复粉丝的邮件 自己连看都没有看 看到气氛不妙 这个小插曲很快被电台叫停 金达虽然极力劝扯了太人 但他自己的心情变得无比低落 因为在言语低谷时期 金达正是每天坚持发送邮件的铁杆粉丝 每次收到言语的回复 都能让他开心很久 可如今却得知 这些话全都是他委托队友回复的 伦布里很担心 生怕金达产生了不好的情绪 果不其然 电台访谈结束后 金达就失去音讯 公司也传来消息 之前他负责联络的新资源也暂时中断 看样子 金达似乎有离职的征兆 伦布里一整晚坐立不安 他询问卷毛 若是铁杆粉丝发现了偶像的阴暗面 会变得如何 卷毛和雷达往好了想是脱粉 往坏了想就是变成黑粉 卷毛的话让伦布里更加紧张 立刻发动队友们给金达打电话 终于拨通了金达的电话 得知他正在广场边喝酒 金达所在的酒馆 能够看见当年组合路眼的位置 坐在那个地方 言语将写满禁语的CD塞进金达的手里 欢迎他明天后天都来看组合的路眼 正是这抹治愈的笑容 带着金达走出那段阴霾 这时轮布里抱着一个玩偶走来 坐在金达的对面 他总是把金达看成孩子 觉得小孩子生气时 有玩偶会让心情好一些 但金达结过玩偶 脸上并没有露出笑脸 轮布里又用言语的角度 对邮件一声道了歉 金达这才双眼通红 但很快又醒过来 毕竟轮布里又不是言语 其实仔细想来 言语也不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只是没有亲自回复邮件而已 可身为精神支柱的偶像 仅仅是这么做 就能让粉丝伤透了心 隔天轮布里和泰人 一起参加真人秀 泰人的位置是 轮布里争取来的 他想借这个机会 对泰人兵士前嫌 这天嘉宾们的活动 是跟着寺庙里的僧侣 度过一天 刚走进寺庙 小新就充满少女的气息 朝轮布里飞奔而来 将她带到角落 糟糕的是 轮布里曾经在音乐比赛 第三轮之前 与她签订了奴隶契约 输的话要成为小新的 一日奴隶 在契约的作用下 轮布里大喊 小新主人在她面前 匍匐败跪 小新很得意 却让泰人手忙脚乱 连忙把轮布里扶起 还要负责对小新 和节目成员道歉 看着轮布里 对自己言听计从 小新便让她把自己灌醉 随后命令轮布里开车 看到信号灯就撞上去 轮布里乖乖听从命令 眼看就要爬上驾驶座山 被泰人拉了下来 这时契约也到了结束的时间 轮布里终于输了一口气 逃离了小新的折磨 之后两人促膝长谈 终于将怨气解开 这时轮布里发现 远处的森林有灵魂漂浮 她连忙跟上去 半路却被阴间使者拦截 对方直言 有人想要见一见轮布里 另一边 金达因为攻势 找到了副会长 结果像羊入虎口般 被她所控制 副会长按住金达的头 在她脑中灌注黑魔法 金达脑海中瞬间响起 让她惧死的声音 金达回想起过去的经历 瞳孔逐渐变红 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轮布里被林中的灵魂吸引而去 半路遇到了阴间使者 带着她来到阴间 与阎王见面 轮布里欣然前往 请求阎王帮助自己 返回原本的世界 可阎王摇摇头 如今他不能伸出援手 还需要轮布里帮忙 阎王的委托主要有两件 一是抓住 从阴间逃走的五只妖兽 他们偷走阎王的保护毛笔 霍乱人间 这只毛笔能与人类千顶契约 将他们的灵魂变成妖怪 二是红羽大队中 似乎有人在肆意篡改人类的寿命 轮布里要将篡改寿命人抓住 若是完成了这两件事 阎王便会满足他的愿望 然而第二个委托 让轮布里有些不解 红羽大队信奉的也是雷德林之神 但他是位好神 怎会允许信徒做出邪恶的神 闻言阎王哈哈大笑 直言雷德林之神的真面目 未必是个好神 听到阎王诋毁雷德林之神 轮布里有些愤怒 为了让轮布里服气 阎王打开一扇一世界传送门 声称雷德林之神的真身就在门的后面 只要轮布里完成两个委托 就可以亲自前去鉴别他的善恶 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 轮布里答应了阎王 这次他和地狱使者组队一起完成任务 回到真人秀拍摄地 小星还在巴巴等着言语的噩耗 水之一转身 就被闯入了地狱使者制服 地狱使者将他的魂魄带入阴间 把小星吓得跪地求饶 在死亡面前 小星害怕地把魔王的身份全盘拖出 轮布里这才知道 原来魔王就是大公司的副会长 地狱使者顿觉不妙 近期他一直在轮布里身边转悠 与工作人员也都熟识 他想到今晚金达要去找副会长 恰谈业务 为了不让金达被魔王抓住 地狱使者拉着轮布里 直接闪现到副会长的办公室 打动一触即发 副会长用黑魔法唤醒武器 与轮布里的神圣之力 和地狱使者的装魂绳对抗 然而这两个人都不是副会长的对手 地狱使者的绳索锻炼 轮布里也受了伤 好在最后关头 他们趁机带走了金达 利用地狱使者的传送 逃出副会长的魔爪 四日小新似乎做了一整夜的噩梦 青春醒来时 觉得身心疲惫 他走出房间 却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撤离 小新正疑惑着 经纪人骂骂咧咧地走过来 告诉小新 昨晚他闯了大祸 原来昨夜 小新在地狱使者的威胁下 说出魔王的身份后 轮布里还希望 他能坦承自己的罪孽 于是让小新在半梦半醒的状态 给出道前的伙伴打了电话 承认当年 自己为了抢走出道位 将他推下楼梯的尸身 伙伴得知真相 倍感震撼 连夜写下一篇自白发布网络 公开小新 对自己犯下了错误 天一亮 消息就引起悬然大波 节目组织好 紧急暂停拍摄 另一边 轮布里和地狱使者 回到公司 第一时间就想去看望金达 然而金达 已经像个正常人一样 开始上班 轮布里还是有些担心 一直关注着他的情况 果然在走进公司前一秒 金达的双眼通红 变得懒洋洋 什么也不想做 他登上回家的公车 觉得今天的天气不错 适合回家发呆 但这个想法没有持续多久 金达又清醒过来 重新恢复满满元气 准备投身工作 轮布里一直都跟在金达身边 经过观察 他确定金达体内 还有黑魔法的存在 好消息是 黑魔法对金达 没有太坏的影响 一般来说 黑魔法会激发 一个人的阴暗面 暴露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而金达的改变 似乎只有变得懒散而已 几天后 组合参加一个音乐节目 地狱使者叮嘱伦布里 让他留意妖怪的气息 他们的身上 会散发出牲畜的味道 伦布里紧静在心 刚来到电视台大厅 伦布里就嗅到 一股牲畜的虫威 此时路过的 正是近日大火的男团 伦布里笃定 妖怪就混在他们之中 看到这对人路过 组合成员白毛 神情惊慌 原来在学生时代 男团里的一个成员是校霸 经常欺负白毛 伦布里留意到白毛的心事 主动上前与他谈心 得知男团成员的劣迹后 伦布里萌生了 接近对方的想法 既能调查妖怪的下落 还能找机会 让校霸成员 忏悔罪过 解开白毛的心结 伦布里立刻找到 近达之招 近达的效率很快 立刻就打听到 男团的队长 要参加一个恋爱综艺 于是把伦布里 也塞进嘉宾席 与此同时 红羽大队的大主 接受到神明感兆 立刻通知老孟 也加入这档综艺 转眼到了拍摄日期 伦布里来到节目组 还带着地狱师者 给他的桃木剑 据他所言 真正的妖怪 喜欢血和肉 惧怕桃木剑 只要伦布里 用这把小剑 刺一刺嫌疑人 就能变出真假 伦布里立刻拿着小剑 猛出男团队长的腰 可对方却毫无反应 近达见到伦布里 如此失礼 联盟将他带走 可是在 练宗开始前的访问里 伦布里不经意地 朝队长一瞥 竟看见他的腰上 有一道古怪的伤口 很快拍摄开始 女嘉宾登场之后 每个男嘉宾都在对他提出问题 只有伦布里 左顾右盼 只顾着寻找妖怪的踪影 既然桃木小剑 没起到作用 那他索性直接试探 这么想着 伦布里摆出讨好的姿态 扯了扯队长的衣角 撒娇般询问着 他是否有堵上灵魂 也想得到的东西 伦布里的语气 让队长吓得连忙喝水压惊 经过练宗第一轮选择 伦布里凭借独特的气质 获得了女嘉宾的一票 和老孟还有队长一起 进入了第二轮约会 正在这个节骨眼 白毛突然从宿舍失踪 时间活到白天 他独自在宿舍里 整理粉丝寄来的礼物和信件 其中一封写给他的信里 在风口处居然恶意满满的贴着刀片 将他的手划上 之后白毛试着在网络上搜索寄信人 却看到了令他害怕的事 大家都在寻找白毛时 卷毛看到网络上的帖子 有人爆料 白毛学生时代就是个被欺负的怂包 整日都在挨打 这件事文部里知晓 他补充着欺负白毛的人 就是男团里的一个成员 从人这才知晓 白毛一定是被人揭开了过去的惨痛经历 丧失了成为偶像的信心 但社长暂时管不了那么多 先找到白毛最重要 因为白毛的失踪 第二轮约会的拍摄时 文部里显得忧心忡忡 忍不住和女嘉宾诉说成员失踪的烦恼 女嘉宾顿时来了兴趣 因为她正式从事咨询工作 还说起最近遇到的趣事 她的公司收到一份简历 对方原本是一个偶像 如今却想找个普通的工作 文部里顺口疑问求证者的名字 谁知这个人正是白毛 这样文部里激动万分 立刻牵起女嘉宾的手 让她带自己去寻找白毛 待到白毛之后 其他组合成员也陆续赶到 在伙伴们的一生生安慰和鼓励下 白毛决定面对过去不再逃避 文部里的热心和善良 赢得了女嘉宾的青睐 再次晋级第三轮约会 这轮里就要对女嘉宾告白 金达好心为她物色约会场地 两人坐在这里又聊起了莉莉 这时金达的瞳孔变红 说出自己一味逃避 不敢去面对莉莉的心情 然而轮部里告诉她 莉莉已经原谅了金达 因为今天她抽空去了医院 不但救下了想不开的莉莉 还将金达准备了很久的礼物送给她 那是金达在网上搜集的粉丝留言 全都是喜欢和鼓励莉莉的话 随着礼物还有一封金达的道歉信 信中金达希望莉莉能关注世界好的一面 不要再为网络恶贫困扰 听到莉莉已经原谅自己 金达却哭得更加伤心 因为她还没勇气自我原谅 这时轮部里在她额头上留下一吻 煞时间金达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治愈之力 眼中的红色随之消失 她抬起头看着轮部里 喃喃着这份轻松不是魔法 而是因为自己仅爱上轮部里 她连忙放开搭着金达的手 留下一句谢谢后起身离开 轮部里看似淡定 内心却十分紧张 一个打滚从阶梯上摔下来 隔天是恋爱节目的第三次约会 轮部里来到节目组拍摄 前两场约会中 轮部里凭借独特的气质和率真的性格 赢得女嘉宾的垂青 已经晋级成为最有力的赢家 然而就在第三次约会期间 网络上突然曝光了言语的恋情 原来昨晚她和金达在一起的画面 被有心人拍了下来 女嘉宾立刻冷哼一声 愤然离席不愿在搭理轮部里 社长哭听喊地 这简直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她狠狠教训了金达和轮部里 他们昨晚为什么要在一起 又为什么会做出亲额头的举动 金达立刻谨慎 其实自己只是工具人 在帮助言语排练 今日恋爱节目的流程 相较于金达努力的辩解 轮部里的态度显然有些摆烂了起来 她不痛不痒地说了句不道歉 反正是记者搞错 这让社长的怒火又浇了一桶油 她指着轮部里的鼻子指纹 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件事 说不定组合专辑的发售也会泡汤 她到底吃不吃轻重 见轮部里摆烂 金达只好加倍努力道歉 终于将社长哄好 她会马上召开记者会 就按金达所说的解释 昨晚两人只是在做练宗的排练 这场绯闻给轮部里的事业 带来不小的风波 隔天来到剧组 所有人都对她冷眼相待 为了不让绯闻播集电视剧 导演也临时更改了剧本 大大削减轮部里的戏份 剩下的只需要替身演员完成即可 老梦见到她更是绕着走 警告言语不要靠近自己 也不要再提红旅大队 她根本就没有入会的资格 这让轮部里有些为难 因为她想靠近老梦 并非又想动手动脚 而是在她的背上发现了一个手掌印 那并不是人类的印记 因为减少了戏份 轮部里的剧组无所事事 前方时她突然发现 从某个角落前 顺着大楼外壁往上 有一连串像老梦背后那样的手掌印 巧的是 老梦此时就在这栋楼顶拍戏 手掌印一直延伸到老梦的脚边 这显然是一只看不见的鬼魅之物 这场戏老梦需要吊威亚 只剑开拍前 威亚的钩锁默默地被打开 在老梦纵身一跃时 立刻从高楼上下坠 轮部里看到这一幕 下意识地朝老梦的落地点跑去 最终将她借入怀中 避免了一场悲剧 剧组的人全都在顶楼探头观看 感激她的搭救 经过这件事 老梦对轮部里的态度也大为感官 当轮部里说起 抹害她的人是妖怪帅 老梦很兴奋 原来言语也能像大主那样 看的妖怪 如此说来 自己必须要带她去一趟红雨大队 或许是成功来得太过突然 轮部里突然迟疑了 他不禁想起 金达对自己的挽留 开始陷入了沉默 老梦见他迟迟不搭 很是奇怪 这个小子之前纠缠自己这么久 不就是想要进入红雨大队 如今机会来了 怎么还在犹豫 但最终 轮部里还是没有回答 只说着让她考虑一番 由于言语的绯闻 组合的行程陷入停滞 可这天社长却带来个好消息 一个重量级的投资人 准备对组合伸出援手 他立刻招呼孩子们去见金主爸爸 伦布里也一同前往 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 金主爸爸居然是副会长 伦布里捏紧了拳头 愤怒地盯着副会长 如此无理的举动 又急患了社长 然而副会长却不介意 只是要伦布里跟自己私下聊一聊 若是不来 一定会后悔 伦布里犹豫片刻 跟着副会长离去 来到无人的房间 伦布里质问副会长有何阴谋 副会长声称 自己只是想对伦布里索要一些东西 他救下了莉莉 又帮助金达解除了黑魔法 所以这两人的命 已经被副会长盯上 说完伦布里的手机响起 是金达的电话 今天他澄清了与伦布里的绯闻 而代价是从公司离职 电话里金达叮嘱伦布里 不要放弃梦想 努力拿到歌唱大赏 这时副代表事宜 伦布里抄楼下望学 只见离开公司的金达 正被大批记者围追堵截 各种羞辱 盼着金达受难 伦布里转身就要去他的身边 却被副会长阻拦 直言伦布里若敢离开 自己就杀光组合成员 在副会长的威胁下 伦布里只能眼睁睁看着金达被欺负 狼狈地离开 金达离职后 网络上又放出言语在片场 拯救老梦的新闻 他的风评立刻好转 趁着好人好事的东风 组合的专辑也好评如常 许多节目都发来邀约 组合每天通告都被挤得满满当当 而伦布里也迎来了第一支广告 厂商看中他和老梦的CP 邀请二人来拍摄糖果广告 至于事业后的金达 只能整日窝在家中 因为神通广大的粉丝 早已将他的信息全都人肉出来 这天夜晚他正在家中看着恶评 突然屋外传来鬼鬼祟祟的声音 金达还以为是疯狂粉丝上门报仇 结果发现是伦布里站在门外 为了不让记者发现他 金达只好让伦布里走进家里 今晚伦布里是特意来请金达回到公司 如今组合的势头越来越好 大众怕是已经忘掉了恋爱绯闻 他们都需要金达的帮助 况且魔王已经盯上了他 金达只有留在自己身边 才是最好的做法 可金达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 为了帮助伦布里解围 他编了一套说辞 将自己的未来堵死 在金达的澄清里 他是一个恶女 不仅逼迫 厉厉想不开 还故意和言语闹绯闻 身为经纪人 他深知明星要在绯闻里彻底洗白 就要有所牺牲 为了组合的未来着想 他不会回到公司 说完 金达请伦布里离开 这天夜里 副会长来到红语大队 他警告大主 自己一千年前 就已经和雷德林约定过 要亲自杀死法力强大的大神官 大主和教徒们 不要插手这件事 两人对话时 一个小爱豆 正悄悄躲在角落观看 将对话全都听了进去 隔天 伦布里来到广告拍摄地 想起昨晚金达的态度 他整个人都萎靡不振 无法施展出 言语和老梦之间的CP火花 哪怕他施展自我催眠大法 将老梦的脸看成金达 遗憾的是 并没有成功 由于他不在状态 广告拍摄只能终止 这时 伦布里又看到 那串妖怪的掌印 正一路延伸到楼梯间 伦布里跟了上去 而脚掌印的主人 正是昨晚偷听 魔王和大主对话的小爱豆 小爱豆是练宗里 队长所在组合的队友 他告诉伦布里 在此之前 他们还是一群 胡穿地心的偶像 突然有一天 一个古怪的人声称 能帮助组合走红 只要签下契约 一群男孩抱着 猎奇的心态答应 结果时运真的被改变 他们一跃成了 最火的组合 可代价却是 出卖灵魂 变成妖怪 如今组合里的人 定期都要吞血食肉 只要小爱豆很害怕 感求伦布里帮忙 看着哭泣小爱豆 伦布里爽快地答应下来 很快言语和老梦的 卖服广告播出 成了时下最火的话题 这让伦布里走到哪里 都受到重心跑月的待遇 一个风光的日子没多久 伦布里就遇到危机 为了他和老梦 代言的糖果出了问题 实际的人 全都失去意识 昏了过去 事实上 这一切都是魔王搞的鬼 更糟的是 老梦也召开记者会 先一步被刺伦布里 声称一切都是他的主导 故意隐瞒糖果里的有毒成分 威迫自己一起拍广告 伦布里来到医院 看望受害者们 通过他们发黄瞳孔 断定是中了黑魔法 一旁的地狱使者说着 看来魔王和红羽大队联手了 这让伦布里的信仰 遭到了冲击 他敬爱的雷德林之神 怎么会与魔王同流合污 不幸的事 此时伦布里也失去了神力 无法再救治这些受害的人类 为此他找到副会长 想用自己的生命 拯救这些受害者 可魔王并不想动手 而是要让伦布里 自我两断展现诚意 第一次面临如此绝望的困境 伦布里万念俱灰 悲伤过度昏了过去 正当伦布里想自我两断时 金达伪装成燃气工人 来到组合的宿舍 他一把夺过伦布里的手机 看着他被栽赃的证据 说起来这些证据漏洞百出 有很多角度 只要去证实 就会洗清伦布里的嫌疑 金达很愤怒 发誓要用现代社会的法律 让魔王栽跟头 看着金达有一次为自己出头 伦布里又想起副会长的威胁 金达要是在插手自己的肾 很可能会被魔王杀死 想到这里 伦布里用强硬的方式赶走金达 他非但没有接受帮助 还指责金达多管闲事 然而金达却没有沮丧 他才不会因为伦布里的一句话 就失望后退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解 副会长要让伦布里 被丑闻纠缠得无法呼吸 利用黑魔法控制了很多人 将过去发生的丑闻 全都扣在言语的头上 从参加歌唱节目里 骚扰女员工 再到女社长暂住实锤 连小心也出来踩了一脚 将自己为了出道 把朋友推下楼梯的黑锅 甩到言语的身上 雾面新闻接二连三的发生 已经多得让社长开始习惯 每天醒来都会听到言语新的丑闻 无奈之下 他萌生了把言语提出组合的念头 和下一秒 金达就出现在公司 他鼓励社长不能放弃言语 如今民众愤怒的源头是糖果事件 或许找到糖果公司的代表 让他出面澄清 就能慢慢将言语拉出泥沼 对此金达想到了一个计划 作为当事人 面对一堆麻烦时 伦布里居然还在图书馆 满油油的看书 他要找到在这个世界 能够杀死魔王的方法 他得知人类有一种武器 叫做炸药 能够紧刻间杀死数万人 或许魔王也无法抵挡炸药的威力 阴间使者一直跟在伦布里身边 帮助他一起对付魔王 他知道要杀死魔王 只能使用神圣之力 对此伦布里只是叹息 他已经没了神力 魔王曾说过 伦布里失去力量 是因为对金达有了眷恋 所以不能全心全意 信奉雷德林 对于这个解释 伦布里也默默认同 但他无法忘记惊答 而情况也变得越来越糟糕 每天都会有许多人 围在组合的宿舍楼下 高喊着让言语长命 每当听到这些 伦布里的胸口都会产生剧痛 甚至要昏厥 阴间使者想了想 自己有一个办法能帮助言语 阴间有一个遗忘之泉 只要喝上一口 就能忘掉在阳间的所有事 阴间使者为伦布里 带来了一小壶泉水 只要他喝下去 就能遗忘金达 恢复神圣之力 但这还不算完 阴间使者又拿出一把刀 如要彻底斩断情根 就必须杀死金达 因为人类的情感 是最容易死灰复燃的东西 为了安抚伦布里 阴间使者解释道 金达的死 只是提早离开这个轮回 他还会转世重生 还有和伦布里相遇的机会 可这番解释 没能带来好的效果 伦布里的反应激烈 他一把丢掉 装着遗忘之泉的小鹿鹿 还警告阴间使者 不可以动筋打一根汗毛 阴间使者 与他僵持片刻 选择了放弃 只是在离开前 提醒伦布里 别忘了要保护人类的职责 隔天 伦布里刚走出宿舍 就看到副会长 正带着一群 受害者家属上门 呼喊着 让他交出解毒计 伦布里一脸迷茫 不必说 解毒计一定又是 新的瑜伽之罪 果然如此 副会长对伦布里 步步紧逼 开始散步 言语手中 有毒糖果解毒计的传闻 家属们的言语激烈 这些埋怨与咒骂 又开始让伦布里的心脏疼痛 他显得非常痛苦 关键时刻 金达出现 他将一件衣服 盖在伦布里头上 拥着他快速离开人群 副会长看到金达 有一次出手相助 脸上的表情很微妙 虽然被金达救下 但伦布里依然顾及魔王的威胁 说着狠心话 赶走了金达 可金达没有放弃 他无法坐视布里 不仅仅是因为喜欢伦布里 还有一股见不得恶人猖獗的正义感 一回到家 金达就开始撰写举报信 举报的对象正是他自己 金达又一次成了剑靶子 把欠下毒糖果广告合约的罪行 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他的理由很重稳 在自己吸引注意被捕的时间里 伦布里和阴间使者 就可以去调查真正的遵守 只要速度够快 金达就能获得清白 迎来大团圆的结局 虽然金达把事情描述得如此简单 但伦布里知道 要承受千万人的咒骂 并不是容易的事 况且这件事和金达根本毫无关系 他不必为了自己身陷危机 对此金达回应 说让自己喜欢伦布里 为了他牺牲奉献 是一件舒适愉快的事 只要伦布里安然无恙 就是对金达最好的治愈 看着金达的笑容 伦布里的内心无比触动 手心竟冒出了神力的光芒 就在两人说话间 行踪又被受害者家属发现 他们追上伦布里和金达 跪在地上求他交出解毒剂 伦布里扫视着这些人 突然拔出阴间使者给他的小刀 用力刺向人群中 原来副会长正躲在这里看热闹 遭了攻击 副会长便不再装成受害者 摇身一变恢复了本性 接着一声令下 家属们的瞳孔发红 全都开始袭击伦布里和金达 为了保护金达 伦布里卯足了劲挡在他面前 顷刻间居然恢复了神力 治愈了家属们的黑魔法 这个奇迹给了阴间使者启发 他告诉伦布里 或许他的力量并非来自于 对雷德林的信仰 而是来源于他人对伦布里的信任 通常运用这种体质的人 很有可能成为神 这个发现带来的结果就是 金达绝不能死 因为他是唯一能够 无条件信任伦布里的人 也是他唯一的力量来源 听完阴间使者的话 金达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两人之前 还想过要杀了自己 不免大闹了一通 为了辩解 伦布里只好坦白 自己是因为爱上金达 才失去了神圣之力 所以阴间使者才提出 杀死金达的建议 只是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同意过 伦布里很清楚 如今的他满脑子都是金达 无论想什么做什么 都是以保护金达为意志 为了让金达相信自己说的话 伦布里捧起他的脸 两人亲吻在一起 深夜伦布里来到医院 治愈好那些吃了毒糖果的病人 病人们苏醒后告诉媒体 治愈他们的人正是言语 副会长又吃了亏 正火冒三丈时 大主也找上了门 职业伦布里已经知道 他有成为神明的体质 这一切都是魔王的失误 他已经被雷德林痴神抛弃 说完大主就对他展开攻击 很快就把副会长打得落荒而逃 另一边金达也找到糖果公司代表的下落 他说出一切都是副会长作恶 但对方十分凶残 杀死自己所有员工 代表不敢出面指控他 文言金达开始摆出阴间使者 直言人间的生死是由阴间使者管理 只要他不同意 副会长就不能杀死代表 说完阴间使者还配合的变了身 见状代表终于打消顾虑 来到警局自首 很快做伪证的老梦被依法逮捕 只有副会长下落不明 终于洗抓了冤居 组合重新过上平静的生活 这是伦布里想起的小爱的 就算自己不想回到异世界 也要为了拯救他们获得音乐大赏 因为他们的组合和妖怪的契约 也是获得音乐大赏 只要最后没能如愿 就能解开契约 为此伦布里转过了金达 想继续拿奖的意愿 金达自然全力帮助他 隔天就为组合争取到了音乐行程 转眼来到舞台表演这天 伦布里站在台上 对着摄像机和观众声明 自己不会被恶势力击退 会以偶像的身份一直活跃下去 这看起来无疑又是一次表演事故 可造成的影响却十分积极 伦布里的言论再次冲上热搜 且大部分网友都对他表示了支持 其他节目修到这股正能量的势头 陆续给组合抛出了橄榄枝 请他们来到节目中表演 其中就有年度音乐圣典 年度歌手大奖就是出自于这个典礼 这也是伦布里一开始努力的目标 但此时伦布里想要获奖的更多原因 并不是要回到异世界 而是为了阻止另一个 名为恶魔之子的当红组合拿奖 他把这件事告诉金达 两人躲在会议室上让作战计划 见私下无人 伦布里紧贴着金达 但金达还是警觉万分 让伦布里在工作期间小心为上 不要犯下错误 说完这句话 金达突然灵光一闪 要阻止对方获奖 其实很简单 让他们在盛典现场翻错就好 金达立刻找到策划盛典的导演 巧的是对方也在闽思苦想 要如何让这一届典礼 伴得富有噱头 金达献上一届 可以让恶魔之子和眼下话题度最高的组合进行联合演出 从中凸显出恶魔之子力压伦布里所在组合的优秀 导演想了想 既然伦布里组合愿意成为绿叶衬托 那他觉得可行 很快两个组合成员齐聚练习室 开始排练对决的环节 两队人分别派出专业领域最强的成员 可无论是舞蹈还是唱功 恶魔之子都吊打了伦布里组合 成员们一边看着光芒四射的对手 一边默默哀伤自己的无能 尤其是组合里最懂事的郑瑞 排练结束后就来到角落独自阴谋 郑瑞家中有个住院的妈妈 下班后她都会亲自来到医院照料 可这天她走进病房 却看到红雨大队的大主已经坐在床边等待 她热情邀请郑瑞加入教会 最好也带着言语一起来 但郑瑞还没有做出选择 这次联合演出让伦布里获得了接近恶魔之子机会 趁着空闲时间 她直接来到对方休息室 大声说出他们是妖怪的秘密 伦布里此举并不是上演侦探的戏码 而是想制造混乱 用神圣之力治愈他们 果然在大家扭打成一团神 伦布里充满神圣力量的手心 牢牢抓住队长的脑袋 瞬间队长想起了过去自己 在家人的支持下苦练音乐的画面 醒来后想得有些慌张 匆匆逃了出去 伦布里也看到队长的这段记忆 意识到原来她还有父母健在 但诡异之处也在这里 因为查遍所有恶魔之子的活动新闻 他们似乎从未在媒体前提过家人 为了了解更多 伦布里约出小爱豆秘密见面 交谈之下 小爱豆看起来也对父母的印象甚少 伦布里觉得这样刻意被抹去记忆的方式 很像签订契约的代价 她想知道是谁提议让组合和妖怪签下契约 小爱豆回答是红雨大队的人 谁知刚说完 她就被赶来的队长拎了回去 一转眼音乐盛典节目开始 当晚演播室内星光熠熠 集结了目前寒流最火爆的所有偶像组合 主持人在台上宣布一个个奖项 但每个都与伦布里的组合无关 郑瑞作为组合队长 全程情绪低落 中途还悄悄的离席 伦布里扭头一看 竟发现郑瑞的座椅上 遗落一张红雨大队的名片 她意识到不妙 不能让郑瑞也被大主所迷惑 她紧随其后追上郑瑞 清醒的是 郑瑞并未选择邪道 她考虑再三还是觉得红雨大队好像邪将 早在盛典开始前 就报警举报了大主 因为这个举报 三个教徒追杀至此 还好有伦布里相助 带着郑瑞顺利逃离危险 躲进一间小屋子 躲藏期间 郑瑞对伦布里诉说心事 看到组合今晚颗粒无收 全程陪跑 他总觉得是自己的锅 没能起到带领队员的能力 可伦布里却告诉他 组合不温不火这么多年 至今还未解散的原因 正是因为有郑瑞这样温柔耐心 又负责了队长 在伦布里的鼓励下 郑瑞鼻子一酸 突然舞台外传来一道声音 组合获得了最佳发现奖项 获奖原因是由于 郑瑞切而不舍的 上传组合的练舞视频 念念不忘必有违想 是郑瑞的脚踏实地 最终让这个世界发现了组合的努力 其余奖项陆续颁发 就剩最后一个年度音乐大奖 在颁奖前 恶魔之子和组合将要上台表演 伦布里小的奖 提供大家来个叠手仪式 看到每个人的手都贴在一起 伦布里开始发动神圣之力 只见恶魔之子们纷纷头疼起来 以为脑中的黑魔法暂时被冲散 不止如此 他们每个人的父母居然都被请来了现场 看着久违的家人 恶魔之子们被封印许久的情感倾斜而出 瞬间都哭成累人 转身离开会场 就在伦布里组合登台表演时 空气中吸来一股黑烟 在场所有人都僵直不动 伦布里刚察觉到诡异 灯光便悉数熄灭 黑暗中 赴会长大步走来 对着伦布里就展开了袭击 关键时刻 金达冲了出来 拉着伦布里仓皇逃跑 伦布里觉得 自己应该与副会长进行对抗 他让金达自己躲好 便转身走向副会长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最终伦布里不敌副会长受了剑伤 在晕倒前一刻 伦布里未出席的另一场电影颁奖礼上 他获得了今年的演技新人大奖 当伦布里醒来时 已经回到了异世界 但此刻他却被铁链捆住 最信任的女武士正想将他就地正法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言语 灵魂呼唤后 他顶着大神官的头衔 却没有起到保护人民的作用 战争爆发前夕 还骑上马 想要逃走 女武士认定 这个懦弱无能的人 是假冒的大神官 这才将他捆起处刑 伦布里实战法力 重新证明了身份后 返回圣殿之中 他对着雷德林之神祈祷 不一会儿雷德林出现 但全身伤痕累累 魔王在其他的世界获得巨大力量 眼下的情况很不妙 雷德林想收回伦布里身上的力量 只有这样他才能与魔王对抗 只是力量一旦收回 伦布里就会死去 但伦布里对雷德林身心不移 立刻举起尖刀 对凑了喉咙 可在最后一刻 得意过头的雷德林 居然显出了本来面目 原来从复活魔王到挑起战争 再到杀死伦布里 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另一边 言语说出一个震惊的秘密 他告诉金达 自己奉了雷德林的指示 已经将异世界搅得无言张妾 当初两人说好 只要言语尽情胡闹 让异世界的人厌恶伦布里 雷德林就会赐予他神圣之力 可为何自己却被传活了现代 言语的话让金达意识到 雷德林是最大的反派 为了将伦布里带回现代 金达恳求地狱使者 带他去见阎王 眼下只有他 具有穿越一世界的能力 阎王本就因为 魔王和雷德林 闹出的危机而烦恼 便同意金达的请求 只是要求地狱使者 将他送回杨坚神 记得删去祭义 金达义无反顾地来到圣殿 此时伦布里 已经将雷德林的雕像毁掉 一地的粉末 就像他稀碎的信仰 金达来到哭泣的 伦布里身边 抱着他的脑袋 轻轻安抚 伦布里返回意识界 发现雷德林之神 竟然充满邪恶 觉醒了他 摧毁雷德林的圣像 拒绝归还雷德林 赐予的力量 见状雷德林 只好进行时空穿越 先是来到副会长身边 将他体内的力量 全都拿走 随后又来到红羽大队 命令大主 立刻去收割灵魂 有多少就要多少 雷德林变得如此疯狂 只因他要积攒力量 彻底打败伦布里 而伦布里来到阴间 从阎王口中听说了 关于神圣之力的秘密 伦布里是雷德林 分割自己的神力 创造出来的代行者 只要伦布里继续 把自己的神圣之力 分割给别人 就能削弱雷德林的力量 等到雷德林最虚弱的时刻 阎王就会派出阴间使者 将他带走 至于接受力量的人 阎王已经物色好 正是金达 因为伦布里如要打败雷德林 就要断绝情感 心无旁骛 而金达参与了这些事 迟早也会被删除记忆 他是最好的人选 这个方法让伦布里心中纠结 离开阴间之后 并未将这番话告诉金达 一转眼 回到现代世界的言语 正在大发脾气 他痛恨回到原本的生活 正当宿舍里乱成一团神 伦布里出现 伙伴们面面相聚 来回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言语 伦布里向父亲打孩子般 捡起一个物品 就往言语身上招呼 埋怨他把异世界搞得一团脏 然而打着打着 言语居然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 伦布里一眼认出 他是异世界的小胖 随即质问是怎么回事 小胖交代 自己一直很崇拜伦布里 想成为他一样耀眼的人 突然有天 雷德林出现 他答应将小胖 变成伦布里的模样 只要他来到现代世界 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偶像 听着小胖的描述 伦布里有些明白过来 雷德林是想要自己被世人厌恶 失去被信任的力量 就像上一载糖果中毒事件 社会媒体都在抹黑伦布里时 他的力量也曾一度消失 因为无人相信他 将小胖赶走后 伦布里决定以身犯险 假装是小胖 变成了言语 继续以偶像的名义活跃 迟早会吸引红语大队找上门来 但金达很担心 生怕他会遭到不测 更害怕伦布里会突然离开 文言伦布里拿出一条手链 带在金达的手上 那是他的信物 也是答应金达不会离开的诺言 盼着手腕上的保证 金达这才舒展了眉头 伦布里牵过金达的手 声称当自己所有信仰都崩塌神 只有金达是他最后的支撑 伦布里根本无法离开他 说完伦布里对金达轻轻一吻 伦布里继续作为言语 出现在各个采访节目之中 他等待着雷德林找上门 谁知先找来的是副会长 他被雷德林袭击后 失去了大部分力量 已然不是伦布里的对手 副会长的袭击被抵挡后 歇斯底里的质问伦布里 为何不乖乖服从雷德林的心愿去死 从过去到现在 副会长都是雷德林忠诚的起身 陪他杀死一介又一介的大神官 可到了这回 却在伦布里手里栽了跟头 还惨遭雷德林抛弃 看着副会长对雷德林的执念 伦布里只是一声叹息 他只是雷德林的工具人罢了 听完伦布里的话 副会长又回想了一遍雷德林的伪善 大脑猛地清醒过来 夜幕降临 伦布里乘坐车辆回到宿舍 屠珠留意到了身后紧紧跟随的车辆 他提醒地狱使者 红雨大队的人终于找上了门 地狱使者立刻将车开到一个废弃仓库 伦布里走下车朝着信徒们走去 他完全不还手 任由对方将他打云带走 只是在离开前将手机掉落 似乎要留给地狱使者 地狱使者拿起手机 正好接通金达的电话 便把伦布里的情况告诉了他 红雨大队众 副会长正找上门 想要见一见雷德林 但是大主并不买账 还对副会长的无能多加羞辱 直言雷德林已经厌恶他 从此魔王的角色会由自己继承 此时红雨大队基地的一角 金达和地狱使者已经悄悄溜了进来 在躲避信徒时 地狱使者说出阎王曾提出的办法 那就是让伦布里分离神力赋予金达 两人一同对抗雷德林 只是伦布里似乎并不想这么做 金达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方法 心中无比震惊 伦布里居然为了两人的爱情 放弃了最可行的反击手段 他如此牺牲 自己也一定要做些什么 另一边 伦布里被带回圣殿 雷德林站在他的面前 指得伦布里犯下大错 他面目猙獰 根本不像过去 那个慈爱温柔的神明 伦布里眼中含泪 他故意被抓来 就是想知道一切的真相 自己为何被雷德林赋予神力 又为何会被他抛弃 可雷德林高高在上 只是冷冷丢下一句 人类怎会理解神明的想法 随后便伸出手 开始回收伦布里的力量 眼看就要把伦布里的力量支援取走 关键时刻地狱使者出现 他与雷德林展开搏斗 想要拖延一些时间 因为在另一个房间里 金达正在寻找 阴间的神物毛笔 只要使用毛笔写下契约 无论什么都能够实现 金达撬开了一个被上锁的箱子 果然得到神物 他决定在卷轴上写下心愿 希望将雷德林在阳间 与人类的契约全部作废 一旦失去信徒的信任 雷德林就会失去力量 很快心愿显灵 雷德林的力量被封锁在了手心 怎样都无法释放 趁他虚弱之时 伦布里的力量支援 也回到了体内 这时 傅会长走了进来 受到大主挑衅的他 彻底对雷德林失望 一把摘下信奉他的戒指 释放更多黑暗之力 见到敌人前后夹击 雷德林只能落荒而逃 跑跑路上遇到了大主 他立刻吸走大主的力量 作为自己的补给 大主就这样残死在 信仰之神的手中 雷德林躲进一所教堂 被傅会长轻易地找到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雷德林拿捏住 傅会长对自己的爱慕 把曾经给他的戒指回收 就在雷德林戴上戒指的那一刻 他吸收了魔王的力量 傅会长的身体灰飞烟灭 他最终还是被雷德林所利用 以悲剧结束了工具人的一生 很快 伦布里和地狱使者也找到了教堂 雷德林一开始假扮无辜 想要蒙骗伦布里戴上魔王的戒指 可伦布里并不上当 气急败坏的雷德林 立刻掏出魔王大剑 将他重伤 继续吸走他的神力 可伦布里冷笑 如今就算雷德林 拥有再强大的力量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雷德林猛然回神 发现事实果然如伦布里所说 就算他接收了再多神圣之力 也无法施展出来 说完伦布里因为受伤昏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时 已经被阎王带火的阴间 阎王已经将雷德林抓了起来 根据调查 他好像并不是神明 只是海里的海带精灵 而魔王虽然死去 但他留在人间的黑魔法依然存在 阎王需要伦布里继续以偶像活跃在阳间 消除那些残留的黑暗力量 就这样伦布里继续成为偶像 组合的人气也急速飙升 某个活动里 伦布里和金达相约 但两人却互不相识 原来金达许愿的代价 就是消除他和伦布里之间的所有记忆 但阎王的口气也不敢太过决绝 或许仅存的一丝缘分 能够再次唤醒他们 活动上的金达看到伦布里 不知为何心脏跳得快速 他只好来到室外透风 谁知伦布里也跟了过来 他不敢乐于助人的本性 拉着金达的手就赋予他神圣之力 金达的身体接收到力量后 认出了眼前的人 正是他深爱过的伦布里 而伦布里也认出他的手链 记忆在脑海中一幕幕重现 最终拼凑完全 填补了两人空白的记忆 伦布里和金达眼中含泪 相视而笑 最终是爱的力量战胜了一切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